超强台风苏拉逐步靠近 天文台表示 按照现实测 苏拉今晚9月1日至周六相当接近本港 对本港成威胁 天文台在今日凌晨24时分改发8号西北 风或暴风号 天台文指若按现实路径 明晚延岸 高地风力将达10预风程度 或有需要发出10号风球 文台只受风暴潮影响 香港海水高度会于今晚 近午夜至星期六 9月2日中午明显上升 沿岸低洼 区可能出现严重水浸 风暴潮的影响是呼苏拉 过本港时的强度及位置 海面游泳浪 市民应援 按编辑停止所有水上活动 11、45天文台预料 苏拉会 今晚9月1日至明早9月2日最接近本港 在香港天文以南约50公里内掠过 天文台早前预测苏拉会在港以南100公里内掠过 天文台台长陈伟昨日8月31日 指若苏拉在香港以南掠过 风暴潮有机会与2018年 主席港市相若 10、30澳门气象局表示 预计下午20将 初8号封球 10、00根据天文台资料 苏拉现实中心赴最高持续风速达每小时210公里 09、45天文台表示苏拉 掩蔽完整 环流紧密 雷达图像显示 与苏拉相关 裂风区已到达香港以东约70公里 本港高地持续 裂风 今早维多利亚港的水位已上涨至海突击 面以上约3米 08、45天文台表示 受风暴潮影响 沿岸低地区的水位今晚将急速上升 可能出现严重水 预计今晚影响香港东部沿海地区 尤其是西贡、门河、大部、沙头角等 最高水位有机会与2018年山竹 港时相若 08、00澳门气象局公布 今日一时至三时将是呼 旷改发8号西北风球 07、45天文台指 会是呼本地风变化 评估是否需要在黄昏前后发出更高热带 旋警告信号 07、30香港银行工会宣布 因8号或以上 风信号现证生效 所有银行将暂停营业 07、00生暑日宣布 由于8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证生效 美沙铜诊所会按照正常服务时间开放外 所有生暑诊所均会关闭 接受美沙铜治疗的人士可往美沙铜诊所服用美沙铜 07、00天文台指 8号西北风或暴风信号现证生效 预料本港吹西北风 平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 在上午6时超强排风速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约250公里 即在北纬21.6度 东116.5度附近 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 时速约10公里 一向东东部沿岸 苏拉的掩蔽完整 环流紧密 随着苏继续靠近本港 今日稍后天气将急速转坏 有狂大骤雨 风势猛烈 8号裂风或暴风信号会在今大部分时间维持 按照现实预测路径 苏拉会在晚至明早相当接近本港 在香港以南100公里内略 天文台会是乎本地风力变化 考虑是否需要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 02 45过去数小时 苏拉逐渐进广东东部沿岸 本港风力逐渐增强 8号裂风 暴风信号会在今日9月1日大部分时间维持 按照实预测路径 苏拉会在今晚至明早9月2日相当接 本港 在香港以南100公里内略过 天文台会是乎本 风力变化 考虑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热带气旋警 信号 雷达图像可见苏拉的完整眼壁及大风区逐渐靠近本港 其外围雨带疫症影响广东东部 按预料今日稍后本港天气显著转坏 有狂风大雨 风势猛烈 受风暴潮影响 沿岸低洼地区可能陷淫重水进 海面有巨浪及涌浪 市民应远离岸 切勿进行水上活动 零二四十天文台凌晨二十四十分改发八号北列风或暴风信号 天文台指八号西北列风或风信号在上午二十四十分发出 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十六十三公里或以上 请尽快完成所有防风措施 远离编辑停止所有水上活动 零零四十天文台 预计在今日零二十四十分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 二十三四十五按照现实预测 苏明日九月一日稍后会相当接近本港 对本港构成威天文台会在明日上午二十四十分发出八号热带气旋 告信号预料本港明日日间天气显著转坏 有狂大骤雨风势猛烈 二十三零零澳门晚上十一时改发三号风球 明日五至晚间改发八号风球机会较高 二十二零五名正事务总署 离岛区加开四个零食庇护中心 包括长洲海棒街正大厦的体育馆 东永文东路的社区会堂 大澳田村的邻社辅导会服务中心 以及平州体育馆 十七三十二市处接获香港邻岗会有限公司通知 由于热带宣关系 邻岗服务将由今日三十一日下午十一时起暂停 请东船只代理 船主及其他港口使用人士注意 十七零零澳气象局宣布 将于今晚十一时改发三号风球 教育及年发展局宣布 非高等教育学校将延至九月四日或后开学 十六三十五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 根据天文台罪预测 苏拉将于明天九月一日进一步逼近香港 预计日凌晨二十至五时 会改发八号风波并会维持一段间 陈国基一同步公布 所有学校包括中、小学、幼、园、残疾学校等 会停课一天 他又呼吁雇主要与园做好协调 适当安排上下班工作 而全港各区临时庇护中心亦会于今晚开放 十五、四十八名政事务总署 设立一条二十四小时紧急事故热线 两千五百七十二八千四百二十七 共市民查询有关 西十五、四十五 今晚上演的幻彩永香将取消 十五、四十教育局宣布要 原、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及智障儿童学校今日停 十五、四十天文台下午三十四十分 改发三号强风信号 十五、零零消息指政府 定因应超强台风苏拉逼近 全港学校包括中小及幼稚园 明天九月一日将停课 十四、四十五天文台表示 将屋下三十四十分 改发三号强风信号 十三、零零在下午一时 超强台风苏拉 皆在香港之东南天东约四百公里 即在北纬二十一点一度 东京一百一十七点八 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 时速约十公里 横过南东北部 移向广东东部沿岸 十一、四十五澳门气象局更新 九月一清晨改挂三号风球可能性为高 一日晚间至二日零 改挂八号风球可能性为较高 预料一号风球将三十一日日间维持 十一、三十由于台风苏拉逐渐逼近本港 码头口交收服务包括极柜极重柜将于下午五十正停 零九、三十日本气象厅预估苏拉会在九月一日到二日最靠近本 其预测路径将直扑香港 零九、十五内地中央气象台早上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 预计指超强台风苏拉逐渐 广东东部一带沿海靠近 强度缓慢减弱 并将于日下午至夜间 在广东会来到香港一带沿海灯 强度为强台风级 或超强台风 也有可能在广东 不禁岸海面向西南方向移动 零四、四十五随着苏拉靠近广东部沿岸 该区风势会逐渐增强 天文台会在今下午三十至五十之间改发三号强风信号 海面 涌浪 市民应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 按现实预测路径 苏拉会在明日九月一日至后日九月二日 当接近珠江口一带 本港会有狂风骤雨 风势近 不增强 苏拉议会为沿岸低洼地区带来风暴潮 文台会是呼苏拉的强度 与珠江口的距离基本 的风力变化 在明日考虑改发更高热带气旋景 信号 市民请留意最新天气预报 01、45过去数小时 苏继续稳定地向西北偏西移动 横过南海东北部 本港高地间中吹强风 按照现实预测路径 苏拉在今早仍于本港维持超过300公里距离 1号戒备 号会在今日中午前维持 海面游泳浪 市民应远 按编辑停止所有水上活动 随着苏拉靠近广东 不延岸 该区风势会逐渐增强 天文台今日烧号 改发3号墙风信号 预料苏拉会在明日9月1日至769月2日颇为接近珠江口一带 本港会有狂风雨 风势进一步增强 随后苏拉可能受东北季号及热带气旋海魁影响 其路径及强度仍有变数 明请留意最新天气预报 17-45按照现实预测路径 苏会在今晚至明早仍于本港维持超过300公里距离 号戒备信号会在明日31日中午前维持 随着苏拉进广东东部沿岸 天文台明日稍后会改发3号 风信号 预料苏拉会在周五至周六9月1至2日颇为近珠江口一带 本港会有狂风骤雨 风势进一步增 随后苏拉可能受东北季号风及热带气旋海影响 其路径及强度仍有变数 17-40台风苏拉来世兄 天文台于下午17时40分发1号戒备信号 并预料星 5-9月1日至星期六9月2日颇为接近珠江口一带 借本港风势颇大及有狂风骤雨 16-30澳门气象局下午4半发出1号风球 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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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报道 16-00在下午4时超强台风苏拉集结在高雄南约240公里 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 时速约15公里 横南海东北部 同时 热带风暴海逵集结在冲绳岛 东南约980公里 预料向西北移动 时速约22公里 移向 球群岛一带 天文台预计周五级周六 吹北至西 风五至六级 离岸级高地间中达八级 星岛头条APP 已推出最新版本 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彩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